國際知名市場鋼琴家許哲成 宣稱在吉隆段商場 當場演奏莫查特的土耳其進行曲 希望為土國人民加油打氣 然后呢更加希望用这首曲子 来让土耳其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能够听到的话 也能够在心目中带来叛亡 能够让他们快速的重建家园 远离地震的噩梦 許哲成用快散方式 在东岸商场一连演奏多首钢琴曲 让民众感动到哽咽 就很感动 眼眶就要流出啊 他不是一般人 大比我们的男人还强 这一次是很难得的机会 非常感动 出生吉隆的盲眼钢琴家许哲成 今年39岁 13岁获得国际声帐青年钢琴家首奖 还收邀到世界各地演出 最近几次用快散方式 在东岸商场演奏获得民众欢迎 其实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弹钢琴 比在舞台上还要自在 因为公共场合就是感觉上跟大家是零距离的 虽然大家是走来走去移动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彼此都是很轻松 都不需要就是很严肃的这样聆听音乐 像在音乐厅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弹钢琴 我觉得无论是路人或者是我们演奏的人都很自在 像许多台湾人一样用自解方式帮助土耳其 许哲成用最爱的音乐对世界伸出拥抱的关怀 记者 王商民 金融报导